加上猪鼻子什么寓意 猪鼻子是我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画的 小学五六年级吧 还是初中 记得最印象的就是初中 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加猪鼻子 我觉得那个标很可爱 因为我这几天都没洗衣服裤子了 我衣服裤子堆了一堆 本来是放在沙发上铺满了 就是要换内搭什么的 就没时间洗 然后我就甩放在这的 就换的都要没了 刚好够这七天的 葡萄味道水 猪鼻子有几个版本 猪鼻子就一个圈圈两点 没有几个版本 真的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画 而且我初中经常喜欢捣乱 那个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用黑板吗 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叫 就是那天是新的 就是新的一年 就是会有新的老师来 新的学期开始 我有新的课程了 然后上面就有那种直日生 然后我就喜欢把同学名字给他改了 当时 比如说我有个同学叫 何利 那个他那个利是那个力量的利 然后我就把他那个黑板擦给他擦掉 我就把那个力量的利上面那一瓶给他 给他擦掉 他就变成河刀了 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一进门 就就在那说 那个河刀呢 今天的直日生河刀 为什么不来擦黑板 然后他完全不知道河刀是谁 对我就是这样干这种 就是那个时候特别 有点太皮了 然后他因为他离我特别近那个同学 然后他那个力量的力 不光可以改成河刀 然后有时候我还 他那个课本上面 还改成了给我 我给他写了个尾 就加了两点 变成河尾 然后还加个单人庞 给他变成尾列制品的尾 然后 老师那天发课本 还逮他去过来 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给你 改成个尾列制品的尾字上去 我们直播间应该有当老师的吧 你们应该知道 有的学生他好像就是会这样 但是永远没有错过 而且我觉得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真的 我觉得他很器重我 虽然我当时也有学艺议题 但特别重视我的文化成绩 把班上的No.1安排到了我旁边 不过就因为我太吵闹了 但我跟人家玩的可开心了 像 然后就把我们调开了 有人过后改名字吗 有过后过后就变成一种流行了 过后直接把我调到了最后一排去做着 但是不是故意把我安排到最后一排 因为我们当时学艺体 然后很多学艺术的孩子 就是学生 就是需要去外面上一部分课程 然后回学校上一部分课程 所以有时候会不在课程 所以单独就是会安排到后面去做 然后我还当了当时的小组长 牛不牛嘛 我特别高了 每次他们来收作业的时候 每次他们来收作业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每天早上我都是很懵的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振奋那种 精神就是很振奋那种 然后我是有点双目无神的那种 我就一抬眼 然后我左看一眼 右看一眼的 我说 稍等片刻 他们要等会儿才来 真的 你说大官没当到什么 但是小官我是一路当着走的 我进了大学 我就是那个市长 对 你别看我那个市长 我那个市长不一般 我那个市长 当时我在市长 我还管班长的 我们班长住在我宿舍 我进了回了房间 你就是管班长的 牛不牛 但是他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班长当时真的大一的时候 之后会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大一的时候 那个关系 我跟你讲就是个水深火热 我当时说说普通话说不怎么来 他们大部分都是北方的 我觉得普通话确实是人家是要 有那个 基调是要准确的 但我是重庆 那个话就是川普说的比较多 然后我经常说话都是那种 比如说我说了个类种 然后我就要被罚十块钱 五块钱一个字 他天天帮我们辅导员 去督查我 督查我那个字 那几个字 错了错了错了 然后说了那个 给我录下来 记录下来 巴老子当时罚的是个雅可无言 我读的文科啊 我理科的话我只有那个生物科和物理比较好 我的化学化学太差了 当时实在实在是太不好了 罚我的是男生 我们班长 我班长 是我的室友 他那是个女生 我们这也是个就是不一般的学院 我男女混出了 因为我就是临近高考恶补 我当然写了好厚那个单词 就是左边写单词 右边写中文 然后就把那个 右边的那个中文猛着 就捂着 然后看这个 说这个是什么什么 这个把这边捂着 说这边这边是什么什么 然后就这样背着单词 男的呀 室友啊 室友怎么会是女的呢 你们大学室友是异性吗 靠沙发插手 我刚才没有靠沙发插手啊 这样吗 但我有点看不清我自己的脸了 这样 我这眼睛得去支持了 最近得买点那种好一点的眼药水 眼睛得保护好 这是新买的那个衣服 刚才你们好像问了 因为没衣服穿了我 衣服那个就那么脏了 我最近也没洗衣服 这是我唯一就是晚上有时候的娱乐 就是逛逛逛逛逛逛那个某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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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